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性的视觉优势则体现在对远处物体的细节敏感度 以及对快速移动物体的追踪能力 所以男人更擅长识别运动中的物体 便于在激烈的追逐中跟踪猎物 女性有着更多对颜色敏感的视追细胞 在对颜色的识别上有着先天的优势 并且由于X染色体突变 有12%的女性进化成拥有四种视追细胞的超级视觉者 普通人一般拥有三种类型的视追细胞 可以看到大约一百万种颜色 超视觉者却天生能分辨一亿多种色彩 视觉比普通人丰富一百倍 而同样情况下 男性基因突变只会变成红绿色盲 另外女性做判断时整体与细节坚固 而男性更注重整体 因此带点少年气 中和了粗糙和过硬的线条的男性 更容易被女性欣赏 女性最欣赏的女性 也不是过于女人味的 而是需要用英气去中和女性的软弱 二 审美目的的不同 执女和执男的区别就在于 在美男和丑女之间 执男会选择丑女 而在美女和丑男之间 执女会选择美女 这是男女审美目的的 不一致导致的差异 男性审美是基于生理本能在审美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在长期择偶上 男性为保证基因延续 更愿意选择可得性的对象 过于美艳瑞丽 则看起来难以驾驭 比如又土又醇的好驾风 就是对执男审美心理的 极端反向应用 他们欣赏的男性 在某种程度上 也代表了更高的雄性竞争力 所以对男性来说 追求之后可以提升生存 或繁衍几率的事物 就是美 而大部分女生 根本不在乎男性怎么想 只想要一张张百姿的脸 因为女性在审美中 更强调欣赏 丁真和王冰冰 都是可以欣赏的对象 三 审美话语权的变更 对比两性审美后 杨书反倒觉得 女性对女性的态度 要更友好 而男性对男性的审美 反倒更严苛 古天乐若没有角色加持 在部分直男眼中 也只是一般的帅哥 这里其实也侧面印证了 女性是感受类生物 男性是视觉类生物 所以在变美的过程中 女性会更注重享受过程 而男性往往更功利性 男性的成功标准 更多建立在金钱权力 这类世俗成功标准上 而男性对彼此展现魅力的方式互捧 并长期掌握话语权 不断强化了他们的自信 导致圈地自萌 杨树觉得 当女性面对越来越苛刻的要求 而改变自己的时候 男性其实也应该接受审视 指着别人的缺点进行嘲笑 而拒绝自省 比油腻自恋更猥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